她充值成为了新药会员 开始了更加高级的相亲 要不是充了新药 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进来吧 这价格是人民币结算吗 要把一个月的工资吃进去 现在连这点工资都没有了 不是说好了八点吗 靠不靠谱 你好 我的粉丝宝宝们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任务 就是如何在一天之内完成购物大挑战 好羡慕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她一样 今天你会有一份意外惊喜 完了 完了 这下推不掉了 喂 喂 慈云小姐 那个 今天跟您约会的新药会员 在路上遇见她前女友 她俩复合了 你 你编这种瞎话也有意思吗 你赶紧给我退款 什么意外惊喜啊 明中意外惊吓嘛 那个 我先不点餐了 我还有事 这位小姐 我不是来点餐的 今天啊 我们有一个特别活动 今天是我们电晴十周年 您正好是十号做 我们将为您免费提供餐单上的 十号套餐 请稍等 哦 十 十号套餐 啥呀 都是一样的水 装在高脚杯里 就显得比平时高级 是她 真是不公平 给了她那样的脸 那样的身材 还有给她那样的运气 真想拥有她的人生啊 应该会比现在幸福很多吧 想拥有前所未有的体验吗 想拥有新的人生吗 现在只需要把你的头像 和自己的基础信息 输入到这个APP当中 点击交换即可体验前所未有的奇幻 也想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吗 免费的 都是一样的水 装在高脚杯里 就显得比平时高级 只需点击交换 你怎么啦 牛排有问题啊 今天是一周年 我没有忘 送你的 我这刚刚有点状态创作 你这样很让我分身 不好意思啊 王错家 我把它放这儿 不好意思啊 算了 我没心情讲了 别啊 王错家 我错了 下次我一定注意 好不好 认错得太多都还挺积极的 对了 王错家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您 您之前是不是老相亲啊 你问这干吗 我就是觉得您对这块还挺了解的 不只是作家 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 带到创作当中 就比如 大导演佩多罗·阿姆多瓦 王错家你不知道 我又特别喜欢他 他的那个关于我母亲的一些 我就特别喜欢 我觉得他的作品特别有力量感 还有啊 王家卫对于香港的观察也特别好 重庆森林拍得特别棒 所以王错家 你是不是也特别习惯 在创作的时候把主角带到自己 这样就更能有真情实感 你还要不要故事了 不好意思 我不说了 警告你 你不许再打断我 手啊 喜欢吗 喜欢吗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我吗 冯冯 冯冯 吃好了吗 吃好了 那我们买单回家吧 好 走